水牛报仇 从前江苏省仪兴苑 有个姓吴的中田人 他家里养了一只大水牛 这只牛又壮健又勤力 每日能够搁二十畝田 而且他还很生性 从来都不会偷吃田里面的和谬 吴家的人都很喜欢这只牛 为他搭了个又通风又光猛的牛棚 不单止给那只牛饮饱吃粥 还试试帮他洗澡擦背脊 吴家十三岁的独仔吴欺莲 就专门打理这只大水牛 欺莲每日天亮就去放牛 他时时骑在牛背上 或者吹烧 或者唱歌 再不是呢 就坐在大树下面 看书头凉 等这只大水牛 自己自由自在地 在山坡吃草 有天 大水牛又背着欺莲 在一条山间旁边吃草 突然 有只大老虎 在树林里捐了出来 老虎相眼 盯着欺莲 看他样子 他是想吃了这个放牛仔 欺莲一见到 当旁吓得震吞吞 他眉上双眼 踏低头 扑在牛背脊上 在山坡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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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一阵 大水牛慢慢转身 他正面对着老虎 乍地蹲低头 吃着他的草 老虎见一只牛 背着小孩过来了 就扑低在那里 动都不动 准备看准机会 扑过来 将这个小孩担走 谁知 这只老虎只顾着 看着小孩流了口水 没想到 那头大水牛 突然一阵风地冲过来 用对牛角撮力一顶 将老虎推了到山坡 老虎当堂就没命了 欺莲回到家 一说起这件事 全家人又惊又喜 马上叫左轮游 一起去抬死老虎回来 全村的人都有老虎肉食 大家都称赞 吾家这只大水牛 真是够勇敢 吾家就更加宝贝这只大水牛了 过七几年 这一带地方天寒 当地的地主岳坝 将大家灌田的水渠塞住 把水都赶到他自己的田 和苗没水就会沽死 欺莲的爸爸和耕田人一起去找地主 拿水灌田 谁知被地主打死了 欺莲又难过又气愤 就去院城告狀 谁知那个院官收了地主的黑钱 不单止不捉地主填命 还将欺莲乱棍打死了 欺莲的妈妈就伤心了 她一边喂牛 一边抱着牛腾流眼泪 她对水牛 啊 牛啊牛 前几年 你在老虎的口边救回我儿子的命 但是 想不到 今天地主和院官 他 他中狼的老虎 把他两父子都夹生打死了 现在 就剩下我 剩下我这个白野婆了 胡灵灵一个 你说 以后有谁提得我报仇啊 怎知 就大水牛一听 当堂穿身一阵 他 呼 就这么大叫了一声 就冲出牛排 而刻路向前跑 直撞入地主家屋里 刚好啊 那个地主和院官在那厅里喝酒 趕走 探紧大魚大肉 突然間見有隻牛菇衝進來 當頭呸呸鬼陣 隻水牛打側頭 打覺就兜死了地主 跟著又對那些衝上來的牙差和家丁 左衝右撞 那個遠觀都未等隻水牛 走到來找他晦氣 就躲在桌底下嚇死了 吳家父子的仇 就這樣報了 村裡的人 個個都讚這隻 是講義氣的大水牛